那個二萬坪那邊開始拔木 這上面的森林被破壞完了之後 對不對 種上了柳山 那當然你這些柳山呢 它不是這邊的 日本柳山不是這邊的森林的植物 它慢慢它還是會退卻去 那怎麼說呢 我們在柳山園下面 其實我們如果有在登山的 看到人造林底下很少有柳山的小苗 如果你平常有在爬山的話 你會發現說在柳山下面沒有小苗 所以就是說 它沒有小苗的話 這些樹慢慢的它會衰退 然後裡面的樹會長起來 所以這裡面都還可以看得到 那個過去在拔木的時候 留下來的大的樹頭 那慢慢的在國民政府來了之後 這個地方因為這個拔木的功能 也沒有拔木了 所以會出現那個森林遊樂區開始 是因為森林沒有利用價值 在森林還有利用價值的時候 他們就進行民營的伐木 然後伐木完之後這個森林已經把該撈的都撈光了 然後才把它改掛名叫做森林遊樂區 所以在阿里山森林遊樂區在進行觀光的發展的那個開始呢 就是代表說這個地方的整個森林資源已經都被洗劫一空了 它已經沒有任何的森林資源可以再打撈了 那這個沒有森林資源的時候呢 這些伐木的工人他們在山上 那林務局他們就安頓他們這些工人 然後就發給他們 當時就是塵租給他們 森林底下的這些土地來作為胎墾的利用 那當然這個是非常有問題的 所以那個當時在陳玉峰老師在二十年前 他其實在除了關心阿里山公路在三十年前開通的問題 還有他也有關心這個問題 然後他是說 當時我們在拔木的時候呢 是把他的長輩就是爺爺奶奶爸爸媽媽 殺掉了 那當然還會有留下一些母樹 就像我們看到的在巨木步道這些 可能木材已經中空的啦 或者是這個樹比較奇怪的砍拔會有危險的 然後這些樹木呢 因為沒有利用的價值留下來 但是這些種子呢 它還是會飄落進來 然後還有其他的這些植物 它也會飄落進來 再重新再掩替變成一個檜木的霧林袋 那可是呢 這個地方如果進行這樣的農業利用 那你想想看 這個如果它不是山葵園 你想像說這個是一個菜譜 家裡如果有種菜的你就知道 你的菜園容不容許長一顆雜草 這個看到雜草就會去除草嘛 所以這個地方也一樣 這個這邊的農民 他們就是定時會來除草 那除草它可能一顆小草 它可能就是一顆巨木的種子 一顆未來可能一千年後 它可能是一顆大樹 守護台灣土地的一顆巨木 當你這邊在進行這個森林利用 零下的森林利用的時候 那這些孩子他們就沒有成長的機會 那久而久之 那這個森林在衰退的時候 你看這個柳山會衰退 當它在衰退的時候 下面的樹又沒辦法長起來 如果說到了像這個崩塌的情形 一直崩一直崩一直崩 崩到我們都還沒有警覺 覺得這個是問題的話 那很多的災難就會一直出現 所以你看到的這邊的 不是他的每個三回員這邊